这个就是VivoBook S15 OLED Babe Edition的笔电 祝大家就是一个细节满满 诚意满满的联名笔电 你看还有这个Bebe Milo的公仔 跟你的电脑放在一起 不如很难不知道你是个潮人 不过它的价钱是6000多块钱 我主角还得是这个笔电本体 那它其实跟原版还是有点不一样 先讲设计它本身的底子就很不错 1.6kg加1.79cm的这个厚度 我觉得算是蛮轻薄的 而且旁边接口的部分呢 线条也是很利落 你看它包装花花绿绿 可是这个笔电本身就回味到非常暗沉的灰黑色调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反光啊 来去呈现这个Bebe的经典 泥彩的纹理 然后有一些小动物啊很可爱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亮面的色块 上面写着Access Pivot Book AirBuffing App的这个logo 我觉得对于Bebe的粉丝来讲 算是一个颜值满满的一款 打开笔电 诶可以看到它整个keyboard还有mouse play 其实都是很比较低调的啦 很像它这里除了有跟外盖一样的设计纹理 还有角落这边有一个Bebe logo之外 其他设计都是跟原版差不多的 解锁过后就会看到这个特别定制的 Bebe the wallpaper 然后中间还有这个Bebe的logo 仔细一看 其实这整个纹理跟外盖的设计纹理是很相似的 只不过外面是灰黑色而前面就是一个彩色的OLED显示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反差感 而且这个word paper也是不普通的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把那个mouse滑到特定的地方 就会看到vape的小动物偷偷跳出来 晚上睡不到的话 建议你输一输这里有多少只啦 配置方面也是有了改变相当给力 像是它搭载i9-13900H的处理器 16GB RAM 1TB SSD USB接口 HDMI MicroSD 一个不辣 还有这个OLED屏幕本身的品质就很好 夹箱120Hz 然后2880x1620的分辨率等等的配置 办公方面有一点的不辣垮 这次联名其实还有很多周边 除了刚才提到的Babymallow的模型以外 还有就是Babe还有AXS联名款的电脑收纳包 还有联名款的Mashmallow滑鼠 那你看这个滑鼠也是做到很用心 有黑白款 还有绿色迷彩款的外壳可以给你换 还有它这个sticker等等 心情好心情坏 然后随时都可以给你换 这样除了黑色 其实这一次Babe联名系列 还有一个白银色的 而且它整个外观 还有它的周边那种都是蓝色的迷彩 所以整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 而且更加fresh 不过我觉得青色就会比较经典一点 OK 终对来讲 这一次的VivoBook OLED Babe Edition 作为一个联名款 在它的所有的外观 它的周边设计 还有很多的小巧思上面来讲 都是非常的到位的 这样对于一般人来讲好不好看 就见仁见智啦 可是我觉得对于Babe的粉丝来讲 肯定是有很多很吸引人 而且很值得收藏的部分 而且这款笔电它的配置 对于办公的人来讲 已经是很顶了 那它的售价是6,499令吉 已经是开卖了的啦 像刚刚我经过那X2时间 它外面也是有在摆着啊 那最后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喜欢的超拍 推出了像这样的联名款笔电 你会想要入手吗 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Sing Gadget Jana 我们就下课一部再见见 拜拜